Acounku Hello 大家好! 看下今個星期有什麼會計新聞 麻煩你我哀哀仔 涉貫華國際審計問題 德勤成財會局查四大首禮 財務惠報局在上週四 19日宣布 就貫華國際0539 帳目問題向公司及核素司德勤 Deloit會計師事務所展開調查 今次是財匯局自19年改組及確權後,首度向四大開刀,繼早前北京辦公室卷入審計為規醜民租財匯局勒令嚴肅處理指控後,得勤今次被指未有盡職審查,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 財匯局在公告中表示,就以委任共同臨時清款人的判話,截至20年3月底指年度年度帳目,以及截至20年9月底指六個月,中期帳目的財務報表展開查信, 同時並就得勤對年度帳目的審計展開調查。 局方指,冠華於今年2月22日刊發公告,指其審計委員會於2月16日接獲得勤於同月11日贊社的信函。 信函表示1月22日接獲有關冠華兩家內地附屬公司的兩份信用報告,而該信用報告包括若干尚未償還借貸9.46億元人民幣,其中部分可能並無計入集團的年度及中期帳目內。 作為冠華年度帳目的核措施,德勤就期年度帳目發表了無保留審計意見,而就期中期帳目,亦發表了無保留審閱結論。 2月22日,德勤向財匯局通報上述公告。 翌日,財匯局接獲公眾投訴,決定就冠華該項貸款是否出現嚴重錯誤、錯誤程度,以及德勤是否依照審計準則完成年度審計展開調查。 財匯局於2月27日向德勤提問,德勤於3月2日至下回覆局方,指示務所已於2月26日通知貫華,據其分析,表示只有部分借貸未計入年度帳目及中期帳目,似乎不再準確。 至3月9日,貫華再刊發公告表示,已要求德勤就前後兩封信銜不一致之處進行澄清,且公司審核委員會將盡可能向內地附屬公司索取相關資料。 財匯局表示,鑑於貫華的股份仍在交易,已就公司帳目,德勤審計工作進行調查,相信公布調查做法符合貫華股東利益。 根據財務匯報局條例,財匯局作為香港獨立上市實體核數司監管機構,可向違規會計師刊罰款1000萬元,或因過失造成的利潤或損失迴避的3倍,以較高者為準。 德勤近期負面新聞頻發,看來並非毆發事件,的確值得監管機構及從業人員高度重視。 事件背後或許並非指示涉事註冊會計師等負有責任,會計師刊在經營管理等方面又是否存在問題,把關角色未有進集做好。 財匯局時次雷利風行,不但現立乾見影效果,相信亦有利從掃款港審計行業健康生態。 мехa, 總算是財匯局時你會帶來其他人的線紙有限模式,然後你會否定心很穩定。 hello 大家好,跟大家下 Toda 更新我的規定個腦,請下 comer seng2 和9 seng2 請下午餐多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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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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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